各位可以看一下,剛剛的動作基本上就是幾個 第一個就是產生正列,我們主要是1到9 用到1到9,這個0主要是用來做打散的暫存空間 你就不需要額外再宣告一個變數給它 那我們就是把I的詞給暫存放在這裡 再把產生亂數這個位詞 再把它丟給跟它交換 然後再把TEMP裡面的再丟回來給它 OK,J再給 那實際上你會發現,這個前後的值反正你就記0IJ 後面就是IJ0,這樣不就好了 也蠻好記的,這樣就可以打散了 接下來呢,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建立一個判斷,判斷它產生出來的結果 它的八個方向是不是都是15 所以這個地方比較難,不過還好,你按個Enter 那怎麼做判斷呢? 第一個,我們先打一個Do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的Do回圈你就打一個Do 然後呢,記得就一個大刮鬍給它 大刮鬍,切成一半 在這個大刮鬍外面會有個條件 叫做File File後面會有個小刮鬍 小刮鬍意思就是說,你這裡面的話 要給我一個什麼呢? 給我一個條件,一個Bulling 一個Bulling值 那這個Bulling值的話,我在上面宣告了一個Bulling 這個Bulling,名稱叫B好了,預設值用False 也就是說,當它這個地方呢 它如果說,等於True的時候就跳離圍圈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我們可以給它什麼? 這個地方的話,如果說,我給它一個相反邏輯好了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我可以給它一個Shift加上E 這個是Nut,NutB NutB的話,意思就是說呢,它不是為True的時候 那我就怎麼樣呢? 我就繼續再讓它往裡面跑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可能你們將來要稍微記一下Do 然後一個大瓜糊 大瓜糊就是去執行什麼動作? False什麼時候會跳離圍圈呢? 什麼時候進入圍圈呢? 就是Nut 這個NutTrue 不是True的情況底下就進入圍圈 所以將來如果說我改變B 把B改成True的時候 那它就自動會跳離圍圈 那第一個,這邊注意好 這個是我們要做的這個Do While的一個判斷 再來的話,我要怎麼樣呢? 把上面的這個打亂的這個東西 把它搬到裡面來 OK 那搬到裡面來之後的話 就是說,我每一次Do就是重新打散 重新打散之後的話呢? 再比對一下 如果它是八個方向呢? 它通通都15的話 那我就把B改成True的話 這個時候呢,就會跳離圍圈 所以第一個,Do While 然後再把這個上面打散的這個部分怎麼樣? 搬到中間來 搬到這邊來 搬到Do While的中間 所以這邊的話呢,就是打散 那打散之後還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我要產生什麼? 產生八個變數好了 或者你用正列也可以 那這個八個變數的話分別就是 X 假設用X1代替是第一個橫向 X2代替第二個橫向 X3 那Y的話還是Y123 那Z的話是兩邊嘛 Z1 Z2 所以這個可能它寫很多 所以我就直接先把這個地方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寫好的 先把它Copy一下 因為這個我想基本的這個地方的話 將來你們考試的時候 只要有認知證據就可以 就是宣告一個什麼呢? 一個X1等於什麼呢? 就是把橫向的123加起來 所以特別重要是這個正列的123加起來 然後呢,在第二個是 也是宣告第二個X2 它是456 然後X3是789 這個就是所有的橫向 所以上面我有一個註解就是橫向 第二個是縱向 那就Y變成147258369 OK 這個跟打麻將的規則很像 就是如果你147258跟369 如果都一樣的話 這個地方的話都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然後Z的話是159跟357 159跟357 159357 所以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可以在試卷上面也可以寫一下 先把那個九個格子先畫出來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已經把它加好了 可是加好之後的話 我希望怎麼樣 這個X1跟X2一直到Z2 所有加起來的值度是等於15的話 表示它就是合落之數 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底下的話呢 再做個判斷 那判斷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什麼 打一個IF IF條件 空一格 一個小瓜糊 然後呢 再一個大瓜糊 資金什麼呢 這個中間的條件就是什麼 就是上面的八個條件如果等於15 AND 特別說要AND 那如果說要連擊的話記得 因為這個也是要打很久 所以我偷懶一下 把這個地方 其實寫完就是這樣子 就是X1等於15 特別說兩個等號 AND X2等於15 一直到Z2等於15 我想這個只是一直往後面寫而已 所以這個規則應該不難 自己再把它打上去 OK 就這一串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呢 如果這八個條件都為True的時候 那怎麼樣呢 就把B 怎麼樣 改成B 等於True就好了 就是把這個B等於True 結束掉 那如果B 它變成True的時候 到這邊 它就怎麼樣 會跳離回圈了 因為呢 它要進入回圈是 不等於True的情況底下 才會進入回圈 那如果當它等於True的時候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跳離我們這個回圈了 OK 那跳離回圈之後的話呢 就會把結果輸出 結果輸出 那如果把結果輸出的話 那就是我們要 因為這個八個方向 都是 都是15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樣寫完之後 應該就OK了 所以把這個改成True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程式沒有寫錯的話 程式如果沒有寫錯的話 那基本上 應該 我們執行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這Round起來 如果程式沒有錯誤的話 它會幫我們怎樣 跑出結果來 那你看一下 這三個方向 15對不對 這方 這也15 15 15 15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它 跑的時間有多久呢 執行一下 大概就是 頂多就不到一秒鐘了 你會發現 閃一下 結果就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 用這個方式 產生和弱之數的話 應該沒有問題 很快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我再把重點 再跟各位講一下 這題基本上是有點難度 但是你只要掌握幾個要訣 第一個 就是中間的地方 這個 就是Do Why 不等於B 所以預設值這個B的話 它是一個Bully 預設值是False 也就是說 它為True的時候 就會進到回圈裡面 那不等於True 如果等於True的時候 它就跳離回圈 特別重要 這個是一個條件判斷 第二的話 就是把剛剛 產生亂數的東西 再把它放過來 再把它放過來 把它切過來 再把這個 剛剛的這個亂數 產生的 擺在中間 然後橫向 縱向對角線 產生之後 再做一幅的判斷 一幅裡面的話 就把八個方向 中間 有沒有 加上End 如果這個結果為True的時候 那就怎麼樣呢 這個結果 為True的時候 就是B等於True 那這個時候 回圈就會跳離 OK 那就會把結果輸出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試一下 這一題算是 比較有點難度的 OK 試一下